基本上新手玩家最容易接触到的龟呢都在这个地方了 当然呢还有一些龟比如小青花龟这些这里瞧着没有 这一视频呢就来好好的带大家聊一下如何饲养这些龟不出问题 其实有一个非常奇怪的点 我就用草龟和井龟这两类龟给大家做一个说明 其实这两类龟呢在所有龟种当中呢不是非常好养的 特别是井龟或者说是草龟 井龟的死亡率呢是非常高 特别是冬井 冬井苗子我相信没多少人真真真真从小养大过 草龟呢也面临着很多问题 比如腐皮腐甲白眼病肠胃炎肺炎 有的时候呢昨天还好好的今天就不吃东西了 所以说这些龟呢新手玩家最容易接触到 但是最不好养 我认为能养好草龟大部分的龟都能养好 饲养这些龟的方式呢也非常的多 有坚持枯发养龟的 也有坚持绿水养龟的 但是我今天给大家介绍的呢就是裸钢养龟 或者说是一个半裸钢的一个状态 首先整个龟钢呢是采用80x40的黑色周转箱 其实严谨一点这个周转箱呢是灰色的 大家在买周转箱之前一定要知道自己的龟需不需要发色 比如小青东井这一类的就最好建议用白色周转箱饲养 其次呢整个钢里面呢还是要配好晒台 我曾经说过对于龟最重要的其实就是晒台 为什么晒台比较重要 因为龟它是需要晒阳光的 还是那句话只要你的龟钢能照到阳光 那么这些龟出问题的概率就会大大减少 晒台这个事呢其实争论了很久 有的人呢认为晒台会导致乌龟感冒肺炎 那是因为在温度骤降的情况下会这样 如果说我们是室内阳龟 温度温差变化也不大 所以说我们设置晒台是相当有必要的 其次呢就是过滤 我认为过滤来说对龟还是相当有意义的 这边呢乔治就是直接把绿罗插到的这个过滤的第一层 原本的第一层呢是用来放绿棉的 直接把绿罗插到第一层 这样的话绿罗可以吸收里面的一些营养物质 有的人肯定会说为什么不用铜钱草啊其他的 可能这个效果还会好一点 主要考虑到铜钱草可能会烂根 还有一些七七八八的问题 所以说这里乔治采用的绿罗选择有很多 这个大家可以找自己适应的 如何判定自己的仰龟环境已经稳定了 就是整个缸里面开始涨绿棗 这种环境呢对龟来说就是最好的 总结一下最重要的阳光 水质 晒台 还有就是主人少量的投射